那是不是郭台銘跟柯文哲的10號晚上的會面 就已經有了某種的組合的這種戰力 如果真的這個樣子的話 那非綠聯盟是不是會成立 那對於賴清德的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來講 會不會是一個炸彈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變化 包括國民黨還有日雲 其實都要高度關注 到底他們會呈現出什麼樣的發展 傑民哥怎麼看 因為過去的國民黨大掌櫃 劉太英就說 他是看好賴清德會當選 那他說不是民進黨說多刑多刑多刑 而是國民黨不團結 所以這也對照現在郭侯兩個人之間的競爭 再來侯友宜陣營這邊釋出說 侯市長準備好了要訪美 時間點落在9月的前後 這樣的訊息是哪 是要拉抬侯友宜的身世嗎 我們現在談這個侯友宜突然 蹦出一件事情 他要去美國 而且要選擇在9月份 他現在談這件事情 有兩個方向可以思考 第一次他真的急了 因為他發現到這件事情 他所有競爭者都已經去了美國了 而且呢也要確認一件事 他說美國這件事表示 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想選總統了 已經不能再模糊了 雖然現在質詢當中 他不能再大聲說 我想要選總統 他就跑出這個議題 告訴他 他真的要選總統了 好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他也要見識一件事情 因為他在過年的時候 講錯了一句話 不要做大國的棋子 這個事情讓他掉了7個百分點的支持度 他耿耿於懷啊 如果當時沒有掉這個7個百分點的支持度的話 恐怕現在還是有一筆啊 那你現在在講什麼 中華民國是不能一國兩制啊 中華民國不是他一筆啊 沒有用了 因為當時就講了一句話 說台灣不能做大國的棋子 而且後來有什麼杯子跟這個杯子 還有這個什麼水之類的事情 大家也搞不清楚你在說什麼 所以他必須要把自己拉抬了一個國際觀 因為大事真的已去 但我要說一句話啦 那他又講一句話說 選擇九月份 因為是這個各個議會呢 都已經開始可以回到家鄉了 這才是問題 當然這些議員回到家鄉 那你要去見誰 當你是要開議的時候 人家在這華盛頓 這跟你可以見個面 人家開議的時候 已經都回到各家 你要去維新州 還是肯達基 還是這個德克薩斯州 你還是要去哪裡 紐約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很搞笑的事情 表示你的時間不對 那為什麼這麼急 因為問題很嚴重嘛 那麼當然他要說去美國也是跟這個朱立仁已經表態了 我真的要選了 不要被正經郭台銘的氣勢給拉起來 你必須堅持你的信心 你要趕快幫我排去美國 我要去美國 然後還特別講一句話說 這個普瑞澤有知道普瑞澤那是一支錢的事情好不好 現在這支錢是誰啊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侯友宜真的很急啊 但是我這邊談這個急的事情裡面 其實最關鍵的事情是這個 劉泰英所說的一句話 因為劉泰英是老國民黨啊 當時李登輝就是有劉泰英操盤整個 我們說當時的這個國民黨的這個黨產 國民黨黨產以前的數量那個是多到驚人啊 那回頭一見識他某種程度也見識到 整個國民黨在內鬥的過程 他說嘛這個李登輝要選 接著就這個有他的競爭者跳出來 然後呢這個這個連戰要選 然後宋楚瑜就跳出來 反正呢國民黨最大的問題是說 我各有三頭我誰也不服你 那當然在之前是國民黨家大業大嘛 所以整個就各不如人罵啊 但是我要說一句話 以現在的國民黨來說還能夠分裂嗎 其實我覺得劉泰英 劉泰英所講的是過去的國民黨 那現在的國民黨跟以前有不一樣嗎 但是我要特別提件事情哦 劉泰英這句話是有一對有一錯 對是什麼東西呢 對的是如果今天假設是侯友宜被這個提名了 郭台銘絕對造反有理 雖然國民黨他不是國民黨 但是他絕對造反 而且有這個勢力 而且他是所有的這個各三頭一起造反 郭台銘現在是千軍萬麻 那如果如果是郭台銘被提名的話 請問要侯友宜看看自己周圍有誰 就那兩尊嘛就那兩位嘛 蔣跟環跟李乾隆嘛 看完之後沒人了 這一次的BNT我們討論的很厲害嘛 討論都是這個過去的歷史 可是你知道現在被翻出來一件事 BNT竟然成功的營造 原本是堅持支持侯友宜的 都替郭台銘發聲 這個賺到了 這是絕對賺到了 我們知道BNT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假釋 對郭台銘來說更不重要 現在搞了半天原來BNT的目的 不是要打擊民黨 因為有人說嘛 你要打擊民黨你應該再選前來打 你現在打太早了 結果沒想到這一下去的時候 你看現在包括連徐巧新 第一個喊出來說 國民黨會內定侯友宜 徐巧新也出來替郭台銘講話了 所以也就是說整個風向 在一波波的造勢當中 侯友宜是什麼 侯友宜只能說中華民國 就是中華民國 侯友宜幾乎沒有聲量了 他沒聲量 而且沒戰鬥力 而且這一次 因為新北市議會太精彩了 很多跟新北市市政 都一件事一件事露出來 如果大家去看那精彩萬分 侯友宜的市政 爛到一個爆的情況之下 在這個我們說的 應該是說在質詢過程中 感覺到連松樹死掉 什麼原因都不知道 這是今天最新的一個消息 但我們整個看起來的時候 事情是 真的郭台銘跟柯文哲的會面 柯文哲漏了一句話 這句話才是關鍵點 到底他們兩個之間 有沒有談到細節 這句話最重要 我們沒有談到立委席次 你想看 如果今天你雙方沒有情投意合 你們不會去 怎麼不會去談立委呢 所以暗示什麼事情 意思是網上面有談到總統了 對 現在立委要談了 所以沒有談到立委 這是關鍵字 所以對於柯文哲來說 其實雙方都談到 而且他一票都一票都一票 就直接 我們現在政論的痛處 郭台銘你傻傻的 人家遊戲規則都沒有 就跑去玩 這句話多傷啊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要離開國民黨 這邊可以 我的遊戲規則 所以我剛才講 那個什麼萬分之一 百分之這個0.001 你要倒過來看 如果是朱立仁的話呢 那就是沒有機會 但是如果是郭台銘的話 就是千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千 會跟郭台銘合作 這個千分之一 才是關鍵點啊 好 再來關心台中捷運發生 重大的傷亡事故 中捷的董事長林良泰 竟然要團隊鼓掌拍手 為自己加油 那盧修偉今天是有說啦 說他有點白目 然後呢 台中市府是完全在推卸責任 是不是 我們看到這個林良泰 他在這個12號面對媒體的時候 追問 他還說 你們不覺得我們中捷付出很大嗎 來 瑞德哥 現在是林良泰完全無視於這些傷亡者嗎 他只顧著想說自己的台中捷運 有受到損失嗎 那麼中捷董事長林良泰啊 曾當過台中市的這個交通局局長啊 那麼他是在議會回應 會回應這個議員有關於 那麼整個搶救的過程的一個 大家認為是延宕疏失 這些事情在討論的時候呢 那麼他說 你就是剛剛這個中江講的那一句話就是 你不覺得中捷付出很大嗎 中捷付出很大 什麼叫付出很大 你知不知道 付出最大的是台中市民 跟有可能到台中去觀光的觀光客 為什麼 因為在台中搭捷運 你要冒生命危險 很簡單嘛 一死時傷這麼重大的一個慘劇 還要大家拍拍手 天啊 你要鼓舞士氣 也不是用這樣的方式 這不是台中市長如謝宇所說的 白目兩個字可以形容啊 為什麼網路上用冷血兩個字可以形容 自我感覺良好到這樣的程度 你本來就不適任 我在這邊呼籲啊 在這邊呼籲啊 那麼如果台中市長如謝宇不撤換這個 中捷的董事長林良太的話呢 那麼台中市民在內 還有包括這些觀光客在內 請不要搭這個台中的捷運來綠線很簡單 因為你搭綠線 你什麼時候可能沒有 連命都沒有 你不知道 因為他不能帶給我們安全很簡單嘛 捷運便利 安全就很簡單嘛 安全才是 安全回家是最重要的路嘛 為什麼要去搭 為什麼這個死者要去搭這個捷運 他有其他的選擇嘛 因為他信任你是安全你是便利的嘛 你連最基本的安全也做不到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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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員